第一课 买火车票 第一部分 课文 一 买火车票 老江 买两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哪天的 十月一号的 请问 五九八次还有卧铺票吗 已经卖完了 那买两张硬座票吧 这是车票 和找您的钱 请数一数 您多找给我十块钱 还给您 谢谢您 二 买录音机 我想买台随身听 学英语 不知道 哪个牌子的质量好 还是买名牌吧 像索尼 菲利普 这些牌子 质量都不错 进口的 价格比较高 听说 国产的 现在质量也很好 我们去商店 问一下营业员吧 请问 您要买什么 我想买一台随身听 用来学英语 价格不要太贵 但质量要好 请您给推荐一下 您看 这种钻石牌的怎么样 广州产的质量不错 在国产牌子中卖的最好 价格是八十八元 我看一下 好 就要这种吧 这是您的发票 如果有什么质量问题 我们在一年之内保修 三 小姐姐怎么办呢 上个星期 我带三岁的儿子 去北京旅行 他是第一次坐火车 非常兴奋 上车后 就不住地问这问那 跟他同行的小姐姐 去厕所了 儿子着急地问我 妈妈 小姐姐怎么办呢 我说 小姐姐不是去厕所了吗 她一会儿就回来 儿子担心地说 可是 我们的火车在走 那个厕所不走 她一定赶不上我们了 第二部分 选择正确答案 根据录音及其问题 在A B C D 四个答案中 选择唯一恰当的答案 一 我有的事前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二 他汉语说的不怎么样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话怎么讲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四 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五 这个人也太差劲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六 你这种想法很成问题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七 他上课的时候 常常开小差 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八 人谁没有错的时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九 我这身体 做这种工作 确实吃不消 六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十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十